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18年8月6日 再来更新一期显侃赴美生子 今天的节目想要从一则消息谈起 2018年6月,就是今年6月份 一所名校,美国的名校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他宣布不再要求他的入学申请者提交SAT或者ACT的成绩 SAT和ACT就是美国的大学申请人 想要进入美国大学提交的一个成绩测试 都是有差不多的一个效力的 SAT是叫Scholetic Assessment Test 然后ACT叫American College Test 都是入学考试的一个测试 芝加哥大学的招生班说 非常支持这一举措 不能因为学生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就把申请人给吓跑了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或者非常令人有争议的话 叫申请不会定义你 而是你定义了申请 那说到这里呢 罗宾就有点想爆租口了 你去申请一个大学 你不看成绩看什么呢 而是你定义了申请 这是什么歪理学说 反正听上去呢 完全就是像白左的那一套 就是什么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就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的 说出来好像很光荣伟大 但实际上呢 没有说任何的东西 那取消这个SAT或者ACT的成绩 需要的话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暂且割一割 再看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首先呢 芝加哥大学说 我不是不允许你们提交这个成绩 我只是说你们提交申请的时候 可以不附上你们的SAT或者ACT的成绩 然后呢 现在在美国国内有1000所大学左右啊 不再要求这个成绩 不再把它作为一个强制的要求 那芝加哥大学呢 可以说是领风气之先 它是属于名校当中第一个明确的取消了这个分数的 那像其他的一些长春藤的大学 比如说这个布朗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耶鲁大学之类的名校呢 它是取消了SAT和ACT当中的论文的一个成绩考试 就是SA它的这个成绩 它不再强制要求了 用人话来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申请美国的大学成绩不再重要 重要的呢 是你的课外的一些经历 课外活动的一些经历 然后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体育啊 爱好啊 这个社工活动啊 或者说你个人的一个族裔啊 这个后面要重点讲啊 你个人的皮肤长什么样子的 还有呢 你的性格 还有说你跟其他人沟通 或者他人对你的一个评价 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考核 那早些时候啊 在SAT和ACT没有取消的时候 他们美国的高考的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呢 它虽然那个时候大多数学校都是强制要提交 SAT和ACT考试成绩的 但是呢不像中国 我们国内就是高考考一次 一考定终生 那是只有少部分可能觉得第一次高考不满意 然后再第二次重新高考 美国呢 它本身就有非常多的考试的机会 SAT呢可以考七次 ACT呢可以考六次 而且呢可以把这些考试的分数当中最好的挑出来进行相加 就是说你发挥的最好的一次拿出来作为你的成绩 那在很大程度上呢就解决了你万一发挥的不理想 然后就本来有很有机会进名校的 然后就进入了一般的学校 给了这些发挥不稳定的学生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申请美国大学 这里说的是本科啊 那需要提交一些什么材料呢 就包括高中的一个成绩单 然后高中的一个学校的推荐信 还有呢就是这个是针对国际生的 TOEFL或者雅思的成绩 还有呢就是SAT和ACT的成绩 另外呢还包括课外的活动经历成绩和获奖的情况 比如说获奖证书的复印件啊 你写的书啊或者写的作品的作品集啊 你或者你的音乐啊 你做的音乐作曲的或者你演奏的音乐的CD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考试考试中心的老师对你的一个个人评分评级 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综合考察的过程 完全不只看一个因素或者成绩啊 那有非常多的中国的申请人 他TOEFL考了满分 SAT考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然后在申请当中 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 也名落孙山了 那就是吃亏在前面所说的那一些 高中成绩单 可能中国的高中 他提交的这个成绩单和推荐信啊 不一定有权威性 毕竟中国高中在国际上的认可都不强 那其他的一些这个课外活动和经历啊 我们国内大家都知道这些机会都是不多的 大家不会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准备 然后美国的学生 或者这种白人学生 他在这方面就会非常的强 他会有意识的去做一些社工啊 志愿者啊 然后参加体育活动 拿到奖当然就更好了 然后其他的还有其他的一些 个人的爱好方面 如果能拿得出手的都会进行一个整理 所以说呢 即使是在以前申请美国的高校 都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对于我们像亚裔或者说华裔来说 考试能力非常强的 其实在申请美国的高校的时候 优势并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啊 其实在以往 十几二十年前 华裔申请美国大学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啊 他这个风气越吹越歪 对于华裔以及亚裔的歧视越来越深 那对于这个SAT和ACT成绩的权重越来越小了 对于其他的主观性的评价呢 越来越高 所以说华裔或者亚裔在美国大学 尤其是名校的申请当中吃了非常大的亏 那有一个研究表明啊 那如果是光看成绩 或者说成绩的权重比较高 那亚裔的录取的人数啊 可能要比现在实际的录取人数 至少要翻个两三倍左右 由此可见啊 我们受到的这个歧视和压迫有多深 这帮人他们是多么的就是虚伪啊 那罗宾在前几期节目也提到过这样的情况 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长春藤大学 长春藤大学在落起过程当中 会系统性的歧视亚裔美国人 特别是华裔美国人 把他们的主观的评分压低 把他们的友善度降低 大家玩过直呼的肯定知道 把友善度降低 然后把个人评级降低 他们就要personal rating 然后把这个在评分当中 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就包括善良kindness 讨人喜欢积极的性格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反正就是人嘴两张皮嘛 随便你怎么说 那亚裔即使你表现的非常优秀 人家就是把你分数压低 你也没有任何话讲 那发展到现在呢 就有点愈演愈烈了 就是直接把这个SAT给取消了 你不一定要提交 那不一定要提交 那些考分不高的那些同学 当然欢欣鼓舞了 作为亚裔华裔 我们考试比较强的 自然这方面就被削减的更加多了 所以以后呢 可能我们是华裔 亚裔申请美国的大学 会愈加的艰难 完全就是别人说了算 你不管你考怎么样 我说你不行 你就是不行 我说那旁边的隔壁的黑人同学行 他就是行 所以说呢 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 回到我们这边的美宝家庭啊 对于美宝家庭 以及希望留学的留学生家庭来说 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作为美宝家庭 是作为美国人的身份来申请美国的大学 那留学生家庭呢 是作为国际生 这两个人群呢 都会在主观性很强的个人评级当中啊 被有意无意的压分 那罗宾这里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有意的压分啊 那没有了SAT和ACT的帮助呢 情况会更加的雪上加霜 基本上就形成这样一个鄙视链或者食物链啊 最高级的黑人 接下来是白人 接下来呢是墨西哥裔 再接下来呢可能是这个亚裔 亚裔里面还分三六九等啊 印度裔可能排的更前面一些 东南亚裔啊 然后其他的亚洲族裔 那华裔呢基本都是排在最后的 像我们祖国大陆呢 就是排在最后当中的最后 属于鄙视链的最末端 那我们申请基本上 你如果想申请名校 尤其是这些有白左传统的长春藤啊 或者说在西海岸的这些私立的名校啊 基本上都属于非常非常困难的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文章啊 就是讲在美国的华裔学生 想要申请进长春藤的大学 需要每天晚上熬夜到很晚 然后最后这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然后才终于进入了这个大学 罗宾当时心中就有一个疑问啊 美国的大学应该没有那么难申请吧 那么为什么对于我们华裔来说这么难呢 那这个答案就在今天说的这个播客里面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 如何去解决或者如何去减轻这样一个政策变化的一个负面影响呢 罗宾只能给出一些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些举措 首先呢 那就尽量去报考对于SAT和ACT成绩有强制要求的大学 这样的话呢 至少在这一块上大家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那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报考白左 不多的这个大学 或者白左传统不那么浓厚的大学 比如说西海岸的UC Berkeley啊 像这个Stanford啊 这些都是白左学校啊 然后东海岸的这些长春藤大学 基本也都属于白左云集的 那其他的一些大学 比如说公立大学当中的这些这个共和党占主流地位的像德州 像其他的一些南部州县 那里面的大学 公立大学基本还都是没有那么白左氛围浓厚的 那至少可以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申请环境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 那要去多多的发声 在美国的媒体上也好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好 在主流媒体上也好 要多多的发声 不要让主流社会呢忽略我们亚裔或者华裔的声音 而毕竟呢自救才是王道啊 一个是尽量的绕开这些对你有歧视的大学 对你有歧视的地区 一个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救 让美国社会听到我们华裔的声音 尽量把这种对我们不利的影响给扭转过来 或者不至于太过恶化 好那今天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啊 美国当然不是天堂 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歧视的 正是因为有歧视才会呼吁不要歧视 好那今天呃 先看赴美生子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对于赴美生子或者呃 去美国移民比较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来连续罗宾 罗宾的微信号呢是82747970 82747970罗宾可以为大家提供赴美生子的一个咨询辅导服务 当然是要收费的哈 罗宾还可以为大家提供赴美生子城市签的代办服务 以及B1B2签证的代办服务 另外呢 罗宾还是一个南太平洋小国 瓦努阿图共和国的一个移民代理 可以为大家提供瓦努阿图的一个移民 包括入籍也就是拿护照 以及永居也就是拿绿卡的一个服务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也欢迎来联系罗宾 罗宾另外还有一档播客节目叫显卡日本啊 是一个日本资深自由行 深度游玩家的身份 为大家科普日本那些事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订阅收听 罗宾所有的播客节目呢 在喜马拉雅FM 蜻蜓FM 以及iPhone上的播客APP上面 都有更新 欢迎大家订阅 好了 那这一期的显卡赴美生子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 elabor SEÑOR 氏